采矿行业并购的新闻 塞巴尼斯蒂尔沃特和DRD Gold 共同创建业内领先的 露天采矿合作伙伴关系 斯蒂尔沃特将出售选定的 黄金表面处理资产和尾矿储存设施 以获取DRD Gold 38%的股份 这会带来价值13亿南非兰特 及时结算资产 同时保留西兰德伟矿 在处理WR TRP项目资产 和DRD Gold增长的长期风险暴露 斯蒂尔沃特还可以选择 24个月之内将所持DRD Gold的股份 增加至50.1% 与此同时DRD Gold会承担 WR TRP项目分阶段开发 以最终建成中央加工厂 和区域尾矿库存设施 同时斯蒂尔沃特还会保留 有库克和西组维尼加工厂 以及尾矿设施的全部所有权 以确保全面的右矿选择性 与DRD Gold合作代表着矿业领域 一个让人感到振奋的机会 提升DRD Gold以经过验证的表面再处理能力 促进本地和国外业务的进一步增长 同山矿业 日前与奥托纳矿业联合宣布 双方已经按照2001年澳大利亚公司法案 通过两家公司的合并方案 据此 同山矿业将收购奥托纳 已发行的全部股本 这次交易使得一个多区域开发的 中型铜矿产商面市 截止2020年 今年铜产量将可能会达到1.6亿磅 或7.3万吨 目前公司拥有的以探明可开发的 总铜储量为21亿磅 或92万吨 正在勘探 但带确认的综合资源量为41亿磅 或180万吨 另外预计 还有36亿磅或150万吨 未探明储量 合并后 公司将拥有约7800万加元现金 在加拿大多伦多证交所 和澳大利亚交易所的流动性得到增强 公司的市值约为3亿加元 其中 同山股东拥有71.5%的股份 而奥托纳股东拥有28.5%的股份 同山矿业拥有丰富的建设和运营经验 能够快速推进克隆克里项目的投产 本次收购的报价 要比执行前一天收盘价的每股12美分 溢价41.7% GOLD MEANING完成对鲁帕卡经验 在秘鲁克鲁塞罗黄金项目的百分之百的收购 鲁帕卡黄金先前报告显示 该项目指示储量有100万盎司 每吨矿石含金量为1.1克 预测资源量为1.03百万盎司 每吨矿石含1.03克黄金 当然GOLD MEANING只是将其作为历史估算数据 他们还会另行聘请人员完成必要的工作 以验证估算并完成一份独立的技术报告 历史上该项目已经完成了约2万3千米 超过72个钻孔的地底钻碳 此次交易成本是GOLD MEANING的 350万普通股和75万现金 这意味着股东资产稀释不到3% 以上的三例收购 对各自的公司都很有意义 这表明随着世界对资源和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矿野股东的价值会不断增加 我是主持人余恒史泰格 这里是与杜高斯贝电视合作为您推出的节目 感谢收看 再见